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唱歌有花瓣坠落 我有看到,我们旁边非常浪漫 我们很用心耶,我们以前都是喷干冰而已 今天是新招啊,今天出新招 而且应该是在副歌的时候下来嘛 那你们钱之后就把他撒脱了一丝 好,真的,比较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主办单位,欢好,谢谢我们精致的设计 是,花瓣比干冰便宜很多啦 那我们接下来问一下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有个巡回叫做This is love 对,但是现在为什么有一个新的巡回 这个叫22 对,因为这个新的22就是我一个全新的演唱会 然后第一站就在台北一区办事业 是,有什么意义吗,这个所谓的22 22,因为我出道是19岁 然后在19岁,我觉得也跟在这圈子跟大家一起的成长 然后在22岁也希望这家也会跟着一起的第三张专辑 然后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让大家看到慢慢成长的周星哲 是,OK,所以这做个纪念呢,刚好纪念是22岁 而且其实蛮巧的,您的生日是6月 22 对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自我的纪念品 是的,22岁的周星哲,那么要在今年挑战TICC 不过呢,不知道媒体朋友有没有关注一个小插曲啊 你要不要自己说一下 之前有个小意外,在网站上面 哦,对,这个还蛮好笑的 就是那时候公布那个演唱会的消息的时候 然后下面写说台北小巨蛋 哦,什么时候又麦在台北小巨蛋 嗯,然后没有,之后就是他们有一个 应该是打错,然后跟粉丝说是在TICC 对,就可能是设定上面的问题了 因为宽宏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办活动 那有些地方就有一些Bug出现 就明明是TICC,对不对,出来的小巨蛋 其实那时候你心里应该有小小高兴一下吧 对,我说哦,怎么说升级了这样 对,后来发现是一场梦 不过这是有机会的啦 希望可以有一天也可以站到小巨蛋 对,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歌迷当然瞬间也下一次 哇,第一次搞这么大 但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一过去,比如说你的legacy 几乎都是秒杀 对不对 恭喜你 所以这一次TICC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搞不好也是有机会加场 下一个目标就是小巨蛋 好不好,加油 加油 还是你,这是你拍骇客去弄的吧 骇客 自己去把它改成小巨蛋 不用担心 宽宏每一年在小巨蛋booking了很多场地 总是有个会临时补场之类的 这一道说 谢谢冠宏 谢谢冠宏 目标少巨蛋 OK 因为这是周星泽在台湾的live的演出史上 最大的一次 目标是三千多人 三千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压力或是期望 我觉得会更期待 因为从华山的legacy 从一千个人 然后这一次在台北 会跟三千多个我的小新女朋友们 我觉得每一个演唱会都是 都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不一样 也让我每一场都会 一个一个的进步这样 因为我觉得可以见到每一个粉丝 每一个他们带来的现场的感觉 都是不一样 加油 看到你我很多感受 因为刚刚我们在后台聊 2014的出道记者会 也是小弟帮您服务的 对不对 很感动 这四年来 多少的新人都消失了 就是 其实大家都有类似的感叹法 对不对 可是周星泽越来越好 很感动 加油 而且越来越帅 真的很少有人敢这样加油 整身白色的你知道吗 很帅 但是当然我们要讲到这个大型演唱会 你一定要付出更多 当然 This is love 也还在巡回 是比较中小型的 那这个大型的 你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 你要不要先预告一下 明天就要售票 嗯 呃这个大型的演唱会 会有 呃会有更丰富 呃 其实会有很多新歌在这里面 然后 呃 其实有一首就 快乐一次有有 在昨天 开始前的已经首播 然后 呃会在演唱会 也会演唱 然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也会有演唱前辈们的歌曲 然后 我觉得整个故事会非常丰富 然后我也不想透露太多 因为我希望这个演唱会是 一个 类似surprise 而让大家的粉丝 啊 哇 周星泽可以这样子 ok 好 少来 应该也没准备吧 嗯 确定吗 是不想透露 还是根本还没开始想 真的真的 ok好 周星泽是很有想法的人 看我刚刚的主曲 三首歌 经典的这样编排在一起 一气呵成 不过对不起 我还是要忍不住 问一下嘉宾这件事情 是 因为昨天去上小鱼姐节目 好像碰到陶哲老师嘛 对 然后他也当面拒绝了嘛 哈哈 你心目中你们到底有没有最 就是说 在这么重要的大舞台 对不对 有没有 反正许愿嘛 对不对 搞不好 豆腐哥能力很强 你可以找他帮你完成梦想 对不对 你为什么真的很想要找的嘉宾呢 找的嘉宾 就觉得哇 能不能跟他同台 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对不对 周星泽演唱会 我觉得如果可以跟 周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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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这样好的 你小时候听音乐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爱的 就是你学习的目标 也许就是他来给你加油的时候 有周杰伦 对 这太难 对 哈哈哈 信中的都很难 周星泽 我觉得如果可以跟蔡健雅 哦 这个就比较容易一点 好 我们就交给你的感觉 豆腐哥 谢谢豆腐哥 潘雅 加油加油 这个是有可能 你很喜欢潘雅是不是 对啊 我知道你第一个我现在周杰伦 对啊 那还有就是蔡肥娘 对啊 我很喜欢他的创作 然后也喜欢他的歌声 我觉得他的很多歌 也有影响到我的创作 是 好 我们就是取悦此其他帮忙一下 期待这个时候的到来 那你 你有很多好朋友吗 辛儒姐 有没有说到包牌啊 你之类的 嗯 整排 有他们现在有有有有 有在沟通 就是也看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在拍戏 所以看他们时间 真的开戏无关啊 他买票他人不一定要来啊 你不懂包牌意思 他买了可以送他妈 他不用来 他就去拍他的戏 好不好 五人帮是时候要派上用场 对不对 呼唤人家辛儒姐 他跟林兄很有缘分 前一天在飞机上 又空到 对我们今天在哪里去北京的工作 所以就碰到 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一阵子没有见面 是 然后我觉得辛儒姐就在我这个 在这个 我的演员圈 算是我的贵人 对 也谢谢他这么一直支持我这样 好 我们希望辛儒姐有机会 他能够来看是最好的 对不对 希望辛儒姐有空 那天在北京 诶 你那天是不是穿短裤 是的 戴口罩 对 我也在那班飞 真的吗 行啊 不够打招呼 有吗 有吗 我就看到一个人戴着口罩 神神秘秘的 然后在那边西儒 在那边拍照 就是你啊 对 好啦 我们结束了 真的是 因为他戴口罩 我也不敢认他 我也不确定是你 我想他一定是个明星 这样